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摄影师王蔚 来自北京 从小在北京长大 一直拍身边的朋友 我开始拍照片的时候应该是在中学 然后那个时候是拿手机拍 然后手机的像素非常的低 然后就在拍一些学校的生活 拍一些朋友啊 同学之类的视频 然后开始就是创作应该是在大学 那时候我买了专业的那个相机 然后开始拍一些创作 就不仅仅是在于记录了 就我希望别人看到照片感受到快乐 然后有那种年轻的力量在里面 然后就是活力 而不是一张特别呆板的一张照片 因为这跟我现在喜欢的文化和生活状态有关系 就是早期的照片别人会说会有一些颓废 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特别叛逆 然后所谓就叛逆嘛 然后听了音乐就摇滚乐 然后捧客 就非常愤怒 然后拍的照片也很尖锐 会有一些就是很露骨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 自己也不知道喜欢的是什么 但就觉得很爽拍一张照片 然后但是现在呢 生活状态就比较 不能说悠闲吧 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愤怒了 就是可能看的是 对看待一些事情 就现在生活很健康 心里非常健康的一种状态 然后都是往上走的 然后也希望别人靠的照片就是很很积极的一个状态 就所谓就是正能量吧 然后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可以感染更多的人 如果你们看的是什么 这个东西在这种东西 不就是什么 对面的东西 对面的东西 不就是不太吃了